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的是 机率的比较 深入一点的观念 特别是我们提到一些 像交集联集 特别是这个条件机率 非常重要的观念 条件机率 因为我们一般在讲机率的时候 事实上 我们叫做没有条件 那没有条件的情况下 事实上它 就是整个样本空间 有条件 因为已经新造不鲜的情况下 那我们比如说是pa 我们就不用说 given 在改定这个样本空间的情况下 的pa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 写成pa 所以说 如果说你是 你整个样本空间 你整个样本空间 你来考虑的话 那你 所有样本空间里面 那你这个是新造不鲜 就不用写 我们叫做pa 就是pa 可是反过来讲 如果说你只是 你说这是 a 这是b 那这是样本空间 所以说你是a 跟b 那中间这个部分 事实上它就是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它指的就是 a交集b 那我们如果说算 a跟b的连几 事实上就是包括了 它 只要是在a或b的部分 都算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a跟b的这个 连几的一个激励 是会等于 a 出现a的激励 a 加上出现b的激励 可是因为在它交集的部分 在算a的部分 也算到这个交集 算b的时候也算到这个交集 算要把这个 交集的部分把它减掉 所以是这样 那另外一方面 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a gb 条件距离 我们讲的是 因为你现在整个样本空间 原本是整个 Omega 可是当你聚焦在b的时候 聚焦在b的时候 你聚焦在b 你整个样本空间已经 被 收小成 聚焦在b 的一个 一个 新的战士的一个 幻蟲 在这种情况下 那 在b这种情况下 b这种领域的情况下 类似你把新的整个样本空间 都当到那么小 就只有整个 如果看这里面的话 那a的话 就只有在a跟b的交集 的部分 才算 出现a 因为你也不肯跑 你已经聚焦 已经 已经 整个被局限 在这个b的领域里面 那所以在b的这个领域里面 你能找到a的 就只有在 a交集b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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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 看 在pb里面 a交集b的这个 这个区域 基率占很多少 所以我们所谓的p a交集b的部分 指的是 在b的这个 b的这个 领域里面 在b的这个 集合里面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发现到a的这个 基率有多大 你如果把它各别衡量的话 当然 你看 你出现在ab交集的这一块 是p的a交集b 可出现在b的这一块 是pb 所以是pb 分之pa交集b 所以是pb分之pa交集b 在这个领域里面 a这个领域 它的基率总共p 是p交集b 里面的 这可以写成 b交集a 可是因为b交集a 事实上也可以写成a交集b 事实上是一样 b交集a跟a交集b 只要都是a交集b 这一块 所以这也可以写成p 比较简单的就是 全部用p的a交集b 全部用p的a交集b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一题 比如说ab 为两个事件 那pa是0.4 p a交集b0.1 p a交集b 是0.2 oda自个数据b 那我们更基这个公式 那我们根据这个公式 根据这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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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pa A 基本 V 是等於 P B 文字 P 的 A 交給 B 那因為我們這個 P A 基本 V 就是 0.2 0.2 A 交給 B 的機率 P A 交給 B 是 0.1 所以這個 P B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你如果把它移向過去 就把它移過來 你就可以發現說 我們這個 P B 事實上 P B 乘上 0.2 會等於 0.1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 P B 是 等於 0.1 除以 0.2 那就是 1 2 分 1 就是 0.5 那是我們第一體 我們選的 0.5 B P B 那在第二體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 A 連起 B P A 連起 B P A 加 P B 減掉 P 的 A 交給 B 所以 P A 連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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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PB 減掉P的A交集 所以這邊只等於PA是0.4 PB是0.5,剛算過 PA加GP是0.1 所以是0.4加0.5 0.9 0.1就是0.8 所以我們打一個顯0.8 D 好,最後一個我們要算這個P的 B 基本A 那我們根據基本定義 可以看出來它就是 PA分之 P A交集B A交集B 那就是 就是說你可以看出來 它是 這個 這一項就是等於 PA是 是 0.4 PA交集B 是 0.1 所以是 4分之1 0.4分之0.1 是0.25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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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题目,我们整个样本空间里面有40%是住台岸 那就是有60%是非台岸 那住台岸里面有90%去过一载进场 那不住台岸的有40%去过一载进场 这边可以看出来 你知道说,它去过一载进场 比如说你这左边,左边叫做住台岸的,叫做A 不住台岸的,叫做B 实际上B是等于A的补给 不过说我们也有去过一载进场 把叫做C 那实际上这一块就是所谓的A交集系 A交集系 这一块可以写成A交集系 那这一块就是B交集系 B交集系 B交集系 所以它说 去过一载进场 代表是在发生在C里面的 就是它不住在谈 所以在C里面 它不住谈 它就是B的B交集系 B交集系 和B交集系 它就是要z μ 找在A交集系 它和 hoş 另外一關是B教訓 可能事實上這個 可事實上我們有一個叫做條件記憶 pc given a 它是可以寫成 p a 分之 p a 交集器 要說事實上 事實上你這個 把它移向過去 p a 交集器 是可以寫成p a 乘上p c given a 因為它是有40% b是有60% 所以事實上p a 是40% 所以事實上p a 是40% 可是在a 的情況下 有90%去過移輯金場 所以p c given a 事實上是90% 所以事實上這個是36% 那同你的p v 交集器 減掉了 是50% 此外等於p v 增進去p b 重上p c given b 這個p v是60% CQNB 不住坦,去过一家进程是40% 40% 所以这边撑出来的结果是24% 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求这一题,事实上 你在求 PB GivenC 在发生C 事件的情况下 那也出现B的结果 那就是这样 PB叫DC出PC 所以 又是等K型这样 所以说 最后你把它带进去 就是36%加24% 24% 所以我们知道第四题的答案是 所以我们知道第四题的答案是 是36% 加 24% 分之 24% 24% 那就等24%除以60% 24%除以60% 24%除以60% %消掉 24%除以60% 就是 0.4% 或者写成40%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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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该校有 1万人 去过1台金 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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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0.4% 0.4% 0.5% 6% 0.5% 0.оры・・・ 0.4% 0.5% 0.4% 0.4% 0.4% 0.5% 0.4% 0.4% 在里面 有60% 去过 一载进去 那这算错了 答案就是6000 6000 接下来我们一个理性团 100人 有60个 60个去过 80个去过 Z 左边这个代表203 右边代表 这个集合 十个 十个是在 两个都不是 都不在两个的方位 对 那中间这个是两个都去过 去阿里山60个去这些人80个 可是代表其中应该有 如果他们两个没有交集的话 那是140个 可是现在因为 总共只有90个而已 因为 两个都没去 四个 那一百人呢 这里面 这边是去过阿里山 没去日夜坛 这边是 阿里山日夜坛 都去 这边是去过日夜坛 没去过阿里山 这三种 人家其他种 都是有90个而已 60加80 减掉50 中间应该是要 60加80 减掉50 因为重复有 多少人 重复多少人 一减 比如说 60加80 减掉多少人 它会等于90个 因为我们外面的 两个都没去 有四个 所以 这个 阿里山 跟日夜坛 这两个 的一个 事件 的年级 是要90 所以我们说 140 减掉 X 是90 X 所以X就是等于50 你可以把它移向过去 就是140-90 X X就是50 所以任险一人 然后两地 都去过 去 你总共100 200 那两地都去过 50 100分之50 就是50% 以致某人去过 日夜坛 那去过阿里山 去过日夜坛 这里面的人 去个阿里山 有50个 当然日夜坛总共是 有80个 所以是80 分之 50 等于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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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就是2.5% 就是2.5% 如果说某人 没有去过阿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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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 阿里山的 这个 换我一次外 这些人 去过阿里山的 总共有60个 那没去过阿里山的 就是 剩下了那40个 阿里山 60个 那没有去过阿里山 那没有去过阿里山的 就是有40个 可是这40个里面呢 有这三十个 是去过日夜坛 这三十个 是没去过阿里山 这去过日夜坛 这一台没去过 阿里山四十个里面 那里面是 那三十个去过日夜坛 相当于 75% 好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 就介绍到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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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